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上帝是不是只会处罚不信耶稣的人 不会处罚信耶稣的人 对吗 撒末日记上第六章 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 前面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把约会抬上战场 以为可以得胜 结果有没有得胜 没有约会被掳 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 利用神 因此约会被掳 那是不是约会失败呢 不是哦 约会所到的地方 刑罚偶像 也刑罚弗里士人 以至于让敌人心生畏惧 他们说约会不能存留在我们这边 于是他们决定 用牛车把约会送回以色列地 很奇妙 他们用母牛 而且是刚刚生下小牛的母牛 原则上 母牛应该舍不得他生下的小牛啊 很奇妙 这两头母牛却把约会直接拉到了以色列地 显明这个灾祸是出于上帝的圣洁降在非利时地 而关键来了 以色列人选择善观约会 他们不敬畏神 他们带着看热闹的心来看约会 结果神就急杀他们 他们非常的惧怕 而接下来 先知教导提醒他们 要如何来敬畏神 认识神 这一章要解释 耶华因波士迈人 善观他的约会就急杀了他们 七十人 那时有五万人在那里 百姓耶华大大急杀他们 就哀哭了 这边上我们看到 非利时人被神管教 以色列人也被神管教 非利时人要把约会送走 波士迈人也把约会送走 送到吉列耶林 可见信靠耶稣 不信靠耶稣的人 我们同样要面对圣洁的神 不信耶稣的人 是恐惧神 而信靠耶稣的人 我们需要有健康的恐惧 就是敬畏神 我们因的敬畏 更愿意亲近神 求神吧 那恐惧神 以至于我们跟神保持距离 甚至随随便便看待聚会 看待上帝 而不敬畏神的心 完全的出去 求神教导我们 我们来祷告 觉苏我们赞美您 您的每一个刑法 是为了使我们 学习你的圣洁 学习认识神 可能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是 随随便便的不敬畏神 也不是因为惧怕神 而跟神保持距离 把神跟神 维持远的关系 不亲近神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认识神 敬畏神 走神的道路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